大家好,欢迎来到第277期参考信息 首先学个新名词,处置风险的风险 5月31日,中国银行保险报刊发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广西监管局党委的署名文章 介绍农合机构改革、房地产市场、地方债等方面的防风险措施 农合机构改革是为了带动化解地方法人机构风险 指的是国家独资或国家控股的大型金融机构之外的多种地方中小型金融机构 规模小、门类多、彼此独立 包括农信社、成信社、成商行、农商行、中小信托公司、中小金融租赁公司等 广西监管局落实党委班子分工包案机制 坚决打赢高风险机构清零歼灭战 组建了广西农商联合银行 这家新银行今年2月挂牌 由91家县级农商行、农合银行、农信联社改组而成 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方面 广西的项目数量、融资金额排全国前列 保交楼配套融资规模全国靠前 平稳缓示地方债风险方面 在省级层面设立平稳基金 组建银团支持重点地势化债 要求严防相关风险向地方法人机构传导 确保不出现处置风险的风险 确保不出现处置风险的风险 说明是上级有要求 查了一圈能追溯到2017年5月 原银监会要求切实防止发生处置风险的风险 意思应该是防止风险处置 引发次生金融风险 今年5月中央金融委办公室 中央金融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发文 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是实现高质量发展 必须跨越的重大关口 要坚持稳定大局 统筹协调 分类失策 精准拆弹的方针 把握好权和则 快和稳 防和灭的关系 稳慎周全 妥数存量 不能养拥疑患 也不能引发处置风险的风险 以禁促稳 严防增量 切实加强风险源头管控 按照四藻原则 举一反三 尽快扎紧制度篱笆 绝不能小事拖大 大事拖炸 看来这句话的出处还能更高 此外 中诚信5月30日的报告显示 4月城投债发行804支 共5647.1亿 规模环比下降13.03% 同比下降11.89% 28支取消发行 净融资规模环比减少 475.83亿 今年以来首度转付 报告认为 4月城投债发行期限继续延长 仅用于借薪还救的比例 达93.68% 环比上升2.47个百分点 共14个区域借薪还救比例达到100% 从另一方面说明 地方债确实在化债 今年前几个月 地方债发行进度偏慢 不过从上周起开始小幅提速 说到风险 长春又在炒君子兰了 当地农安县和龙镇2020年 以君子兰小镇为名 征战大量面积的黑土地 建别墅和院叠拼 但承诺让村民就地城镇化的安置房 却半途搁置 还有400多户村民没能搬进去 规划宣传中的君子兰种植基地 更是毫无踪影 项目名叫桃花原住 多人反映买了房 却遭遇延期 面对记者的采访 售罗部人员说 得先把高端住宅建完 政府人员则更加坦率地承认 这就是个地产项目 开发商称 君子兰产业基地等相关配套 是否会建还是未知数 因为政府已经不给批配套的土地 国家发改委曾多次发文强调 禁止以特色小镇之名 行大面积开发房地产之实 吉林省也多次发文 要求特色小镇的主导产业投资占比 不能低于50% 禁止以特色产业小镇之名 单纯进行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 2020年前后 吉林公布过多批特色小镇 而君子兰特色小镇 从未进入名单 5月31日 何龙镇长承认 君子兰小镇 并未经过上级有关部门的认定 龙安县相关负责人也表示 项目存在虚假宣传 未批先见等问题 很可能项目的开发者和决策者 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搞什么君子兰产业 这个名字不能不让人想起 40年前同样发生在长春的疯狂的君子兰 80年代初 养君子兰在长春市民中流行起来 计划经济时代 君子兰是极少数 不用平票供应可自由买卖 普通人也能参与炒作的物品之一 1984年 长春把君子兰定为试花 要发展窗台经济 每家每户都应该在窗台上放几盆君子兰 随后君子兰价格失控风涨 一株卖出上万乃至几十万的新闻 屡屡出现 让无数市民看到一夜暴富的希望 一些机关单位甚至把部门经费 人员工资截留下来 购买囤积君子兰 1984年 全市由君子兰引发的盗窃抢劫犯罪127起 1985年1月至5月更是高达243起 最终政府下场干预 1986年6月 关于君子兰市场管理的补充规定等文件出台 釜底抽薪的一点是 禁止机关企事业单位用公款购买君子兰 各级领导干部只准养职官赏不准出售 在职员工和党员 倒买倒卖君子兰 为者可被开除公职和党籍 君子兰的繁育并不难 新规切断资金注入之后 价格很快崩溃 最晚入场的普通人 在泡沫破灭中承担了最大的损失 过去三年长春房价持续下跌 目前已跌至8000元左右 跌幅约25% 下跌最狠的就是长春高新区和长春高新北区 也说明近年来的产业发展严重不及预期 时隔40年 两场同样以君子兰为名的泡沫 看起来结局也会相同 都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镰刀 但同一把镰刀能搁两袋 是因为大家的记忆太短了吗 5万元到鹤岗买房的第一批年轻人 已经开始逃离 不过现在又有新去处了 最近网上有人发消息 别去鹤岗隐居了 张家口距离北京 也就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截图显示 房子每平米858元 总价6万就能买到70平的两室两厅 另一套78平的房子 总价也才8.5万 华夏时报记者在中介平台检索 发现网传截图是真实的 两套房子都在张家口市下花园区 总价6万70平的两室两厅 三年前就上架了 最初挂牌价18万 后面陆续降价 今年3月降到6万 还没有卖出去 中介介绍 这套房子最大的问题 不是老旧 而是没有独立产权 因为产权归属于某单位 当然6万在当地 也的确能买到70年产权 有独立房本的正经楼房 张家口离北京大约193公里 坐高铁从北京清河站出发 40分钟能到张家口下花园站 中介介绍 北京来买房的人挺多的 比如来自山东 内蒙古等地的家庭 独生子女在北京工作 父母为离孩子近一点 在这里安家 也有北京的老年人 未到这边度假而买房 还有一类是确实在北京 买不起房 周末放假的时候 也想有个落脚的地方 对普通人来说 人生关键处往往就几步 买房踩对了点 应该算重要的一步 但也有人踩不对点 前几年有人趁张家口冬奥的热度 均价一万买房 现在降到三千多 也很难卖出去 另一方面 各地缺乏管理的脆弱老旧小区 越来越成为风险 5月27日 安徽同林郊区大通镇龙院小区 48号楼西侧坍塌 造成四人死亡 一人重伤 目击者称 五层的房子像切豆腐一样 整整齐齐地切下来 只有一两块楼梯和小块屋顶 还挂在半空 48号楼是砖混结构 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筑结构主要的选型类别 使用寿命一般是30年到50年 同龄印记管理局长称 专家初步分析 因为24小时降雨量达163.7毫米 大雨造成的浸泡 可能会对房屋的地基产生影响 其实早在两年之前 48号楼就被纳入过老旧小区改造 但改造并不涉及房体本身 主要是美化外观 增加功能 比如外墙刷统一涂料 安装声控灯 增设垃圾桶等等 目前我国老旧小区的改造 主要涉及功能改善 而非主体加固 主体加固需要经过房屋安全性和抗震鉴定 加固设计 居民沟通等过程比较复杂 由于人力物力的限制 我国还没有建立完善的老旧房屋检测鉴定机制 微防排查主要靠居民自主上报 及基层主管部门排查 但中间一个环节没有得到重视 都可能导致事故的发生 截至2019年 2000年前的老旧小区近16万个 涉及居民超过4200万户 其中不少是砖混结构 存在一定的质量安全隐患 看几条好消息 6月2日 苏州宣布 全市范围内不再审核购房资格 购买或拥有合法产权住房 且实际居住的可申请落户 上个月 杭州宣布 你大幅提高积分落户框架内 自由产权住房的负分比重 在杭州有合法产权住房的 非本市户籍人员可申请落户 南京也重启废止近6年的 购房即可落户的政策 要知道 去年7月以来 浙江江苏发文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但明确是除了杭州 南京 和苏州中心城区以外 而今不到一年 除外的三个城市就进一步放开 6月1日起 上海公积金新政生效 上海市职工在江苏浙江安徽 用公积金贷款买房 符合规定的情形 主贷人及配偶可提取 上海公积金账户的余额 偿还公积金贷款 此前 南京也提出 在南京都市圈可共享住房公积金 包括四个安徽城市 之前成渝 徐州 多地 也推出类似的政策 马都公一直说 既然要吸引外地年轻人 来贡献医保和公积金 那就应该鼓励这种 打破行政区化限制的做法 517房地产新政中 允许地方政府以合理价格 收购部分商品房用作保证房 不少地方已经进入实操阶段 但新的问题来了 政府会以什么标准 向哪些房企采购 以及如何避免暗箱操作 广州增城区新唐镇政府 5月30日宣布 以成本价收购一批商品房 作为安置房 房企报名永远 房地产专家认为 政府给出的收购价非常理想 是房企永远报名的原因 房源交易单价 原则上是土地成本加建安成本 新唐大部分商品房都在亏本销售 政府以成本价收购 对任何一家房企 都有很大的吸引力 但新唐镇的库存消化周期 由2023年下半年的15个月 上升到现在的24个月 相较庞大的库存 政府采购显得杯水车薪 而下场购买商品房 无论用于安置还是保障 选择标准和交易透明度 都是各地政府和国企 有可能面临的质疑 一位地方国企人士表示 当前房价下跌 若无政府从中协调 国企不会贸然出手 以市场价收购 新唐的做法是个案 这笔安置成本 进入广善铁路的项目成本 且交易数一次性完成 因此交易价格较高 这个案例与各地收购商品房 做保障房并不完全相同 6月3日 华创证券研报指出 当前各地筹集保障房的模式 主要有收购新房 收购二手房和筹建新房三种 从资金要求和管理难度上来看 建新房都是最优解 还能带动就业和经济 但建新房会继续增加库存 收新房则会减少房企的库存 增加政府的库存 而收购新房 作为保障房出租或者出售 资金端成本依然偏高 要想在商业上可持续 就要压低房价购入 这意味着房价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 5月31日 证监会公告 对于恒大地产欺诈发行 及信息披露违法案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并罚款41.75亿 对时任董事长 时控人许家印 处以顶格罚款4700万 并终身进入证券市场 告知书 3月恒大已经公告 这次是落地 案子本身就不重复了 这点罚款比起恒大 2万亿的债务窟窿 微不足道 而背后的纵火犯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首的 普华永道 也暴露在聚光灯下 为了几千万的审计费 普华永道纵容恒大 短短两年 需增5641亿收入 和921利润 像滚雪球一样 滚出2万亿的债务 坑了5.7万户家庭 超过2万家的供应商 香港会计及财务汇报局 4月公告 将对网传的 普华永道 审计恒大失败举报信内容 展开调查 举报信里的主要指控包括 未能建立及 维持有效的质量监控制度 向中国恒大集团 提供审计及其他专业服务时 未能遵守有关客户承接 及维持客户关系的专业准则 未能分配适当人员 负责会计师事务所 质量管理系统的关键职位 有可能损害事务所的监控职能 以及未能对中国恒大集团的审计 执行适当的审计程序 近日媒体透露 普华永道可能面临中国财政部高达10亿的巨额罚款 并暂停其在中国大陆的部分业务 一大批上市公司已经在排队拉黑普华永道 目前已经披露金额的就有近20家 累计费用超过2个亿 去年普华永道的A股年报审计客户共107家 不知道最后谁还敢用它 另外 许老板在香港的山顶豪宅处置有了新进展 5月21日 香港市场消息称 被建议亚洲接管的布立镜10号B屋 大约以4.7亿港元出售 与一年多前的市场估价相比 降价幅度达4.1亿港元 贬值近一半 香港楼市二月底撤落后 近期成交量放缓 新盘开价比旁边的楼盘 之前的开盘价打折超过20% 二手房方面 去年三月香港和内地全面通关之后 二手房价曾月增2.5% 但今年三月只有1.1% 到6月1日 繁英大型屋苑二手成交价走势的指数 已经连跌5周 受高息及新盘减价占影响 预计短期内二手房价格将持续下跌 房价在回落 雪糕冰淇淋的价格也在回归理性 6月2日 冰淇淋重回五元时代 登上微博热搜 一度受到市场热捧的茅台冰淇淋热度下降 多家经销商表示 刚上市的时候火过一阵 但后来销量一般就很少进货 购买主要以长鲜为主 很少人持续复购 茅台冰淇淋的小程序显示 目前有7家旗舰店暂停营业 包括北京 广州 深圳 青岛等 多个主要城市的门店 不过官方回应称 是因为系统维护升级 门店正常营业 可通过第三方平台下单 雪糕刺客中雪糕境遇更惨淡 大量股权被冻结 欠债欠薪 创始人靠直播卖红薯还债 这个夏天线下零售渠道 以南建中雪糕的身影 记者走访各零售渠道 和采访经销商了解 五元以下的雪糕产品 成为消费者的首选 而那些曾宏挤一时的 网红高价雪糕的存在感 大大降低 另一方面被称为 穷人三件套的泡面 榨菜 快乐水 开始被刺普通人 一季度国内方便面市场回暖 但行业再次传出涨价的风声 5月16日 康师傅方便面 即将全面提价的消息引发热议 而上一次方便面的涨价周期 还是在2021年的下半年到2022年初 康师傅方便面官网客服务称 还未收到涨价的相关通知 不过行业人士表示 并非空穴来风 毛利率超过50%的榨菜毛 茯林榨菜最近有点烦 3月公布的年报显示 营收和净利润双双负增长 尤其营收是上市14年来首次负增长 2008年以来 茯林榨菜13年涨价13次 频率超过飞天茅台 总涨幅超过600% 追上北上广的房价涨幅 如果按重量计算 美金价格已超过20元 比猪肉还贵 茯林榨菜集团曾解释 是因为原料包财 辅财等成本持续上涨 及公司优化升级产品 带来的成本上涨 但大众对这个说法并不买账 2010年上市到2020年 茯林榨菜规模净利润从0.56亿涨至7.77亿 增长1288% 被质疑净利增长全靠涨价 榨菜价格节节攀升 但市场销量连连下滑 各大榨菜品牌纷纷谋求转型升级 向茯林榨菜就跨界做起了零食 可口可乐曾有数十年不涨价的神话 1990-2019年产品价格复合增速仅为0.42% 最近全国不少便利店超市反应 可口可乐百事可乐 近期军队旗下可乐饮品进行了提价 500毫升可乐已经突破每瓶3.5元 分析称此次两乐涨价 也是扛不过成本攀升过多这一关 再加上国产汽水加大终端餐饮渠道的渗透 新一轮汽水行业绝竹站拉开序幕 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 我们明天再见